恩典36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我们要进入到今年家庭系列的分享的最后一集了 在这一集里面我们还是要总结在一个部分 不只是怎么做丈夫做妻子做爸爸做妈妈 我们先从最基本的一个角色做起 怎么做儿女 这几天跟你分享的说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 当孝敬父母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 而这个命令是带着祝福的命令 使我们长寿我们讲 圣经给我们一个万无一失的养生之道 就是孝敬父母 你从网络上听来的东西都不一定 不一定有的时候是这样讲 有的时候是那样讲 有的两个网络同时传来的东西根本是互相抵触的 所以网络的东西不可尽心 圣经的真理是绝对可以确信的 当孝敬父母 这是命令 这也是祝福使我们在世长寿 昨天和你分享说 孝敬孝敬是两件事 孝是行为 孝行 讲孝行 而敬是态度 有的时候态度比行为更难 有很多的时候做儿女的 其实我们是孝父母 对父母亲有孝心的 也有孝行的 但是那个态度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耐烦 可是求主帮助我们 在上帝的爱里面 让我常常回想 我小的时候 我父母是怎么样有耐性的对我的 而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我又是怎么样很有耐性的对他的 但是今天 老小老小 有的时候父母年纪大了 真的很像小孩子一样 但是求主恢复在爱里面的那个耐性 以至于不但有效的行为 而且有效的态度 效的表情 效的言语 求主帮助我们 而除了孝敬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 是我们华人常常讲 叫孝顺 其实圣经里面没有翻成孝顺这两个字 但是除了孝之外 倒是有另外一句话 它说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听从是什么 就是顺 就是顺服 圣经没有翻孝顺这两个字 但是却有讲到 不但要孝 而且要听从 那就是顺 顺服 顺着 很多的时候 我很孝顺我爸妈 我什么都给他 我给他买最大的房子 最大的车子 我给他买好多的补品 我给他非常多的利用钱 很多我都愿意去做 但是 但是我不顺着他们 我不顺 他们希望这样 我不要 我就是要这样 我要这样 我觉得我把最好的给父母亲 你不要啰嗦 你听我的就好了 孝跟顺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失去顺 可能你很多的孝行到最后都是白忙一场 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说 我母亲九十岁的时候 九十大寿耶 我们八个儿女 八对夫妻 十六个人 从世界各地聚在一起 要带我妈妈 陪她去哪里玩 我们说要去马尔蒂夫 要不要去菲律宾的小岛 要不要去以色列 要不要去哪里 东讲 我们讲了一堆都是我们觉得最好的地方 然后我们讨论了很久 最后想要给我母亲一个惊讶 然后我们都决定差不多了 才去跟她讲 我们讲的 口莫 妈我们要带你 我们十六个人通通请假 我们都回来 我们要带你去哪里玩 我们讲的好兴奋 就去哪里有多好玩 然后就发现我妈妈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她就这样看着我们 然后就说 谢谢 谢谢你们 你们很有小心 我回房间去了 我累了 我去休息了 我就想 她怎么这么不起劲啊 我们花了这么多力气 为什么她这么 没有很兴奋的 我们很兴奋 她怎么不兴奋 然后我们就进入老姚 我就继续跟妈讲 我说妈 你不喜欢 那我们换个地方了 就妈跟我讲说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那些 我不在乎去哪里 我九十岁了 马尔地夫对你们也许很好玩 对我来讲 无所谓 马尔地夫 福尔地马 对我来讲都一样 我比较在乎的是 只要你们在我身边 你们都围在我旁边 你们都在我的床旁边 你们就讲话 我就很快乐 我们说妈 可是我没讲话 你就睡着了 她说对啊 那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可以在我的孩子们的说话声中 我睡着了 后来我们真的把什么 马尔地夫 菲律宾 通通都去 我们说妈妈你想什么 我们陪你 我们就发现 顺 是最大的笑 我们用这句话 接受今年的家庭乐 顺 才是最大的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